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近日有一份以色列计划袭击伊朗的机密情报流出 当中显示了以色列准备了空对地的导弹以及无人机部队 相信是用来攻击伊朗 而情报提到以色列没有计划使用核武 令外界怀疑是否代表以色列已经拥有核武呢? 宜君早前公布 新瓦尔被击杀 宜君说 当时在日常巡邻当中 攻击几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他们逃到一座建筑物之后 宜君再发动炮弹攻击 之后无人机检视现场 发现新瓦尔摊坐在沙发上 企图还击 但最终身亡 新瓦尔被指是哈马斯在去年特集以色列的领军人物 相比其他在海外的领袖 新瓦尔被指是哈马斯在加沙的实际领导人 正常来说 当你吃了对方的将军 就代表棋局已定 是时候进行和调 但以色列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新瓦尔的死带来了中东和平的机会 但加沙的战争还未结束 以色列会继续推动攻势 他说 以色列的目标仍然是哈马斯要非武装化 以及所有以色列人质获释 另一方面 以军继续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主要是针对有份支援真主党的金融机构 企图撤断真主党的财政来源 其中一个被轰炸的目标是非牟利组织 是一般民众都会使用的组织 这就显示 当战争发动之后 攻击不会分开民众和军事目标 即使以色列说得挺好听 民众仍然会受害 真主党亦有还击 不但以色列的北部城市不断响起防空警暴 甚至内塔尼亚湖的居所 亦遭到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 内塔尼亚湖说 伊朗的代理人犯下了严重错误 扬言对方要负上沉重的代价 不过这个时候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 以色列要减少对贝鲁特的空袭 令到双方的居民都能够返回家园 美国如果再不阻止以色列 中东甚至全世界都可能陷入战争风险 早前伊朗就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为了报复以色列进攻加沙以及泥巴乱 又杀死哈马斯和真主党多个高层 而有美国的机密情报 早前就在通讯平台Telegram泄露了出来 当中就显示以色列曾准备攻击伊朗 甚至暗示以色列可能拥有核武 这些情报就被Telegram 一个叫做中东观察家的账号泄露出来 当中显示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采取了几种措施 包括转移先进弹药 空军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机演练 相信是为了攻击伊朗而准备 当中包括使用无人机 这份情报又说 没有迹象显示 以军会向伊朗动用核武 有美国传媒就说 这是暗示以色列拥有核武 有美国官员就担心 会有更多情报遭到泄漏 打击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信任 如果以色列拥有核武 后果会相当严重 因为伊朗同样有核武 一旦失控 这个后果恐怕全球国家都难以承受 美国当务之急 就是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援 一旦以色列没有弹药 自然会和谈 否则中东的战火不会停止 今日的节目时间到此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击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